念念被决处就是情想暗仗最深沉处 情想暗仗最深沉处就是地狱 你若是能够在一切情想暗仗最深沉处都能够体会 那能决的是谁 你能够体会到一点 你就知道能够体会到这一点有多么难能可归 因为全部都是情想暗仗 因为决心现前的时候哪个不是念头 念头就是刚强呈现在眼前 就在这个刚强的念头呈现之时 你却有一念肯于在这个上面 破这个念头看到的是你根本亲命的决体 我说的破不是离开它 我说的破是你能够完全担当如实的念想 但是你全然知道是决体 你担当不是流转 担当是永远打破过去情想中的妄想 沉直或者是业障 你能够在这个上面你才就知道 你要发那一念心 就在这个庞然大悟的种种感受之前 你却有一念愿意回光返照 那一念亲民 有多难能 有多可贵 所以为了自一念心 你要历经千心 历经万苦 历经多结 在心中明智 在心中用种种方便 用种种形态 用种种表达 来发明去相 因为才会心不一失 然后在下面那一句 产真性之吉兆 所以那个产 产自用一个门 用一个丹 为什么用个门 用个丹 门就是告诉你 行者已然知道道理之实 你自然就会看到你心里面 念念于如是理路上 念念出入 念念贯通 什么叫出 出就类似我刚刚讲 有像无像 你都是现前的种种 与随缘的照料 那是出 但是就在是像 是非像 当前你念念就会在内心之中 不断的去思维 审视 都会懂得 不管它是在现前的因缘 名字不同 但是你都懂得如何贯彻 心性之中的本来的一如 那叫做内 那叫做入 所以看起来你是 念念之间都在如是道理上面出入 那是门 但是事实上呢 你从来心中那一个志向 那个发心根本不二 所以叫做单 你从那个不二之中 才能够闲了你赵二 因为他能赵二之时 我才能够说你不二 想你不能赵二 那你怎么叫不二呢 不二的意思就是 你骗一千二 你都不随他二 那叫做不二 骗一千二 都不随他二 叫不二就是单 所以为什么说出家人 在道场之中 入众 入众叫做二 打众生团之中 但是你入众叫什么 挂单 那也就是在你日常生活之中 他要让你懂得如何 用如是的发心 面对你现前的所有的一切 起居因缘 你能够明白如是叫做禅 那禅是什么 禅真性 真是什么意思 真是玩假 无暇叫做真性 玩假 那是全句叫做玩 玩假有两个像 全句是像 第二个是根本不剁一切 叫结束 也是玩 所以他能够玩一切假 他能够原句一切假 什么叫做假 你现在的每一个起情动念 不都是假缘而起 假缘而起的起情动念 它一定是原假 你说喜说怒 说黑说白 说长说短 说有说无 说像 说不立像 现在都是在种种 现前随缘之中的缘器之中 缘假而现 所以假缘而起 但在这些缘假 假缘当前 你忘记 谁能够现如是缘假 谁能够现如是假缘 能现的永远不假 因为你长造一切假故 所以你根本不必去寻一个真 你长造一切假故 所以你自然就会知道 我长造一假 你就不是哪一个假 你要长造是假 你要是哪个假 你要度在哪个假 你就不知道笔假 在此假不知笔假 你就根本不知道假 能知道一切假的是谁 当下即真 谁让你去寻真 我要你玩假 这是汉传大圣佛法之中 圆满教育上面 教育行者的直下担当 这个玩假 就是我们讲的什么 大圣的回入娑婆 直下担当 你能够明白如是玩假之时 你还会随假说假吗 当然不会嘛 那叫无暇 所以说玩假 无暇就是真性嘛 你心里面自然就会产如是真性嘛 怎么产 现在每个起心动念都是随远 随假 你要避开起心动念 找一个决心嘛 不用啊 你要抓着起心动念说决吗 不是啊 你再也不会抓着起心动念说是决啊 就在这个根本不必避开 你也不会去抓的上面 你叫行者知道吗 你叫觉行者你知道吗 你叫做出家人你知道吗 你方可以受人天供养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知道那念心中的可贵啊 那念心中要集多少无量节的发心跟自己立项之中你才能够得到那一丝丝肯于回头那一点点的智光照料 那才叫这银行 那才叫这银行 那才叫这银行